世界一把抓 欢迎今天又到了阿嘉莎妹妹要带我们出去玩的时间 我个人认为早上九点听要出去玩这个话题是最好的 不知道你们九点的时候在听我们节目的时候在干嘛 但通常应该就是刚开始上班或是塞在路上这样子 所以如果讲一些比较严肃的话题啦 我觉得大家听啊虽然还是会听 但是就是那个厌世的念头会越来越严重 那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我个人也很期待 因为阿嘉莎妹妹今天要带我们去个非常非常漂亮的地方玩 然后我前几天有在家里稍微做一下功课 就是偷偷看一下她这次要去哪里玩 然后不做还好一做就整个栽进去 这个地方真的非常非常漂亮 然后我个人现在在我心中排行榜 列为世界极大必去的地方之一 虽然说我个人列这排行榜没有什么公信地 也是我自己乱列 但是真的很美啦 你们等一下听她讲就知道了 阿嘉莎妹妹早安 大家早上好 是 你这次要带大家去哪里玩呢 因为我上次带大家去的是新疆的卡纳斯湖嘛 是 我每次讲旅行的时候都要讲两集 我想如果这次不讲卡纳斯湖 接着讲新疆的另外一个湖水 对 那个卡纳斯湖 因为新疆这几个大的湖我都没有去过 但是比较有名的就是天池嘛 然后卡纳斯跟你今天要讲的这个 赛里木湖 对 然后听说这个又是最厉害的 最壮观的一个 帮大家介绍一下它的特色是什么 我记得就是 2000年的时候我第一次去 就是中学刚毕业 然后妈妈带我去的 然后那个是又坐了一天的车 整个白天都坐 一直坐到天黑的时候才到了一个水边 然后已经看不清楚它了 它就是在 上次我们讲卡纳斯湖就是 在中国那个攻击尾巴尖的那个上面 对 然后这个它比卡纳斯湖要靠南一点 但是其实在那个版图上还是非常的北 对对对 新疆有一个著名的山叫天山 是 它在天山以北 所以就是北疆 对 北疆那一块 新疆的北部 那它其实也挨着国境线了 那旁边是一个蒙古族的伯洛自治州 然后下边是伊利的那个哈萨克自治州 对 就意味着它其实是有两种语言群的在周边 当然还有汉人了 对 我看它那个地图上的位置的时候 我还记得阿加沙妹妹上次在讲这一段的时候 被探长纠正 嗯 它说海棠夜 对对对 它说你讲公鸡尾巴没有人听得懂 然后就来堂夜 因为它就是在很北区的地方 对对对 然后塞里木湖的名字 它是一个外语吗 对不对 对 是一个哈萨克语 它也是蒙语 对对对 所以你看它挨着那个蒙语区挨着哈萨克伊利州的那个哈萨克族嘛 那就是这个语这个语言在这两个语言中间都有自己的意思 对 比如说它在蒙语中间它是什么意思呢 它是山基上的湖 它标明它的方位 是一个高原的淡水湖 对 内陆的 那大概海拔有两千多米 是 然后它在哈萨克雨里 它是一个祝福的意思 对 所以当地人 我第一次18岁的时候在那个水边站着 当地人骑人马过来都会喊 赛里木赛里木 我还觉得是一个个人的感觉 其实后来发现是所有人都这样 就它是祝福 所以它在喊赛里木的时候 它是在祝福这个世界 有 我上网那个研究一下的时候 有台湾的游客写说 第一次在当地听到那个当地的人在喊这个字 说他就以为是脏话 然后心里一惊想说 为什么出来玩还要被骂 但其实各位听众可以了解 它那个其实就是外文的名字 然后是一个祝福的意思 它这个名字的由来其实蛮浪漫的 因为听说它是有一个神话故事嘛 就是简而言之 其实是一对情侣殉情了 所以那个神话中赛里木湖的湖水 就是那个殉情的情侣的眼泪 然后赛里木就是祝福祝愿的意思 然后那个赛里木湖 因为是传说中情人的眼泪呢 所以它的湖水很有特色 我看照片上它好像是透明的 对不对 对它上次我们讲卡拉斯湖的时候 就是卡拉斯湖给我的那个颜色的 最通常的感觉是那种肥皂水 那个碧绿色 但是这个赛里木呢 它是一块宝蓝色的 宝石蓝 是 然后一潭 就是真的是一潭一窝水 对 因为它的来源好像都是雪水融化 累积在那边的 所以它的颜色跟一般的湖不太一样 我前几天做功课的时候 我发觉那个赛里木湖其实超级大的嘛 对 然后它大到什么程度 因为我研究了一下它的那个面积 因为台湾本身是一个不是很大的地方 所以通常我们说很大的地方的时候 大家就会想一些其实还蛮小的地方 所以我要打一个比方 让大家知道赛里木湖其实到底有多大 因为它好像面积有超过450万 450平方公里 然后以比方来讲的话 它大概有半个台北市这么大 所以它其实是非常非常大的湖 从台湾人的观点去看 它视觉上的感觉其实有点像海了 对 是看不到边的 看不到 对 因为台湾人的那个大部分看到的湖 我们是蛮习惯有看到边的 但是赛里木湖是一望无际的那种 非常非常的大 像上次阿加山妹妹介绍的那个克纳斯湖 它好像没有那么大 没有那么大 对 所以我们在新疆有一个 他们当地人有一个开玩笑的说法嘛 说那个天池是王母娘娘的洗脸盆 然后卡纳斯湖是王母娘娘的洗脚盆 然后赛里木是它的浴池 你就知道大家那个体量了 一个脸盆一个脚盆一个浴池 对 对 size差非常的多 对对对 但在台湾的旅行团里面 这三个湖是通常被包装在同一个行程里面 天哪 对 那到底要怎么去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距离非常远 距离非常远 就是我都是坐一天的车 从一个城市坐一天的车才能开到 晚上天黑了才能开到那个赛里木 住下来 第二天早上才能和湖有一个见面 对 因为我看那个旅行团 台湾旅行团的习惯是把北疆 这个三个湖包成一个套装行程 作为卖点这样 那这三个湖里面你最喜欢哪一个 我最喜欢的是赛里木 我上次讲卡塔斯的时候就提到这个赛里木 是我第一喜欢的在新疆喜欢的湖水 石序上也是 就是我18岁时候去的那个湖水 第一个就是赛里木 太喜欢了 那天很年轻的时候看到那个景致 给你有什么感受 你想想那是2000年 18年前 然后我晚上坐 我其实坐了100天的车 我很少在一个车上 就是能够持续的什么也不做 就点靠着那个窗户 一直靠到那个窗户上 那个车窗能看到自己 因为天黑了嘛 然后我看着外面的那个冰冻的那个 感觉像洞源 其实是一个空空的戈壁滩啊 上面就有些戈壁植物啊 骆驼刺啊 几几草啊 就那样很单调的一个情况 但那个 他那天我的印象 到现在我还记得 就是天黑的时候 那个远处的那个群山脉 是黑区区的 然后忽然 那个上天就派了一个紫色的闪电 在那个山之间 啪打了一个闪 然后我当时想 还没有到啊 然后我就觉得 我去的那个地方 一定是个好地方 你想一个紫色的闪电 就是先来欢迎你 然后终于到一个地方 冷透了 下了车以后 你想穿的是夏装 夏天嘛 你是夏天的时候去的 是 特别好的季节去 就是其实去新疆 夏天是最舒服的 下车以后就特别冷 那个温差之高 因为已经到了两千海拔了 然后还穿着一个裙子 然后我本能的就 就下车已经离开了 我妈妈那个群体 然后走到了 看着白房子 水边一排白房子 然后我看到有灯光 我就进去 因为我冷嘛 我就进去 还没有 不知道在等 应该就在水边的白房子 那天晚上住了 但是我先进到一个人家 然后一个很空的房间 那个角落 有一个黑毡子围起来的 一个围围 就好像是房间里头 有一个蒙古包似的 然后我掀开 你看我那个时候 真的是缺乏教养 就是我走过去 然后掀开 我怎么看到 就给人家掀开 掀开帘子 然后就看到一个男孩子的脸 他躺在那个 他的被子里 然后地上 在地上铺的一个铺 然后他一个可爱的头楼在外面 因为他也冷嘛 就是冬天的 感觉像冬天 它厚厚的毡子 然后盖着 然后我就说 好冷啊 我想要一个衣服 然后那个男孩就说 你在外面等一下 我想 人家还要从被子里出来 然后我就把帘子 然后就等 然后他出来 一看 我还以为是个小小小孩 结果后来站起来 大概十几岁的样 比我小一点的 那个男生 个子还高高的 他拿了一个很厚的 黑色的 一个羊毛毡的衣服 说给你穿吧 明天款我就好了 然后这时候他准备进到 进回到那个围栏 围栏里里头 然后他会说 锅里有面你吃吗 然后我说 不了我要睡觉了 然后这时候我就走了 我想也不知道 这人是谁 反正总之就出了 还出了 妈妈说 你从哪拿来 这么好的一个衣服 就一看 大家都羡慕 就是此刻你是暖和的 然后我说 我现在要去湖边走一下了 我妈说天太黑了 你还是回来睡觉好了 不是我说一定要在那个夜晚的时刻 然后看到湖水 但我这样说的时候 我已经进到房间 然后快睡着了 这时候 这时候我印象就很深 就是我妈妈说 你还出去看湖水吗 我说不要了 然后我就是 我只好说着就睡着了 然后我那天做梦的时候 梦见我一直在吃面 就他问你要不要吃那一锅吗 就早就醒来 很早很早就醒了 然后去看那个水边日出 然后碰到了那个哈萨克的骑马的一个人 他在水边正在印马 在马在那个水边 喝赛里乌湖的水 赛里乌湖看得太轻了 那个时候 然后我就跟他说 我就想骑马 人说好 我还没有开始生意 请你上来 一起骑 然后我说不要钱吗 你看我当时反应 他说不要不要 我的生意还没开始 现在就是来那个让马喝水 然后他就带着我那个 哈萨克的一个男生 我也不知道他是谁了 可能叫瓦吉 还是木河雅提这样的名字 然后我就坐在马上 他就那个在我水边沿着那个水走 那是很好玩的事 你想在湖水的边缘走 然后对那个 那个早上印象太好了 就是他不断地说 赛里木赛里木 就是哈萨克人在祝福自己 那你那天第一天 第一次看到那个白天的赛里木湖 第一眼的感觉是怎么样 他就是像一个 你想的你刚才说 像一个姑娘的眼泪 他就是也被当地人 称走大西洋最后的眼泪 因为他的大西洋暖流 最后能够到达的地方 对啊 而且我觉得看那个照片上 他的通透程度往下看 好像有十几公尺是透明 当然 他其实能看到几十米深的地方 对 我觉得好神奇 真的像一个蓝宝石 对 阿加沙妹妹对赛里木湖的出香 遇好神秘 我刚以为她讲了两个 即将发生爱情故事的开头 完全没有 你少女时期还蛮莽撞的 就是那个什么也不知道 然后就跟着自己的那个 比如说你冷 然后就会找到有光源的地方 然后跟人要衣服 就把人家房间打开 对 随便先开一个帘子 然后还讲这个男生 第二天就看见他了 他就是 结果他就是带我们第二天 要去果子沟 就伊犁地区的果子沟 然后骑马的 就是带一个马队过去 所以他是一个向导吗 他是向导的儿子 所以就是 他一个马队过来以后 他远远看见我 他说 我认识你 你穿着我的衣服 对啊 对啊 对 然后他就说 那你就来骑这皮马好了 他那个马队的头领 头上有颗白心 骑他后面的 我妈妈说 我借了衣服 然后就能骑最漂亮的马 就当时我妈的反应就是 凭什么 因为我妈也想骑好看的马 但是那个男孩子 后来我知道 他叫马彪 他姓马 然后他就说 你来骑这皮马 然后就好像被选中了一样 然后就很开心的 去骑这皮马了 他们骑马是 有人会牵着吗 还是都是自己骑自己 就是 如果害怕的那种客人 他就会说 那我一直牵着 保证这个马妹不会出现任何问题 让我这种胆子大的 就是 自己骑 无知的女孩子 就是骑上去 因为我已经骑过了 其实我骑过很多次马 就是我觉得我会骑马 所以我骑上去 他就说 你可以吗 我说可以 然后这时候 我还让 敢让那个马小跑呢 哇 哇塞 骑很颠的 那个屁股 就骑一天的时候 都是很难受的 对啊 因为骑马的时候 好像腰跟臀的湿力很大 对 他磨得很 到最后会有点难受 那他那个骑马的行程 就是绕那个湖一圈吗 还是会骑去别的地方 绕湖很难的 绕湖 哦对 太大了 绕了半个台北市 屁股都裂开 就非常难 我们就去 我们在湖边沿湖走 然后慢慢都进到深山里 然后到果子沟里去 好多果树 所以他是可以从湖边 大概骑到果子沟那边 所以大部分游客 是不是会把赛里木湖 跟果子沟是一起的行程 对 就是我第一次去18岁的时候去 我后来又四次到那个湖边 然后每次跟不同的人 就是每次去的那个地方都不一样 有的是从那个薄洛地区 就蒙古族的那个区域 然后进到那个湖边的 有的是从伊利州的这个 霍城的这个地方 然后进到这个水边的 然后每次遇到人都不一样 哇 好好玩的感觉 因为我那个时候 因为我自己一直都非常想去新疆 但是我从来没有去过 然后我先生他去过 乌鲁木齐 跟就是那一带 对 但是其实我们从地图上看起来 觉得好像已经很接近了 但是其实从过去 还是要非常长一条 乌鲁木齐到那边 又要坐一天的车 开足满力的开 对啊 那家家妹妹那个时候 是怎么去赛里木湖 坐汽车吗 汽车 客运 从早坐到晚 哇 所以车子要坐一整天 对啊 就是我整个大脑空白的 一直看了一天 哎呀 感觉很特别 对 因为我看那个新疆那边的资讯上说 通往赛里木湖的公路 他们近几年有重新修过一次 然后 我觉得他们修得蛮漂亮的 很出色的 就是他们没有把它过度的 弄得很商业化 所以那条路是非常蜿蜒 然后赛里木湖的旁边的路 有一个特色 它两边都是非常广袤的景色 然后中间那条路就是非常笔直 然后视觉上远一点的地方 就是会越缩越小 然后很多曲线这样子 然后总之赛里木湖的景观 我觉得感觉都 我比较用个肤浅一点的形容 我觉得它很像 就是那种修片修得很夸张 美得不可思议 我觉得 我们那时候 反正我当时还用胶卷相机拍照 我当时印象就 我妈妈给我拍一个在湖边 18岁少女挺拔 像个小树一样立在那个水边 然后真的是 可能是我 每次后来再去四代的赛里木 在湖水边 都不会有那样一个生命状态 那是穿着那个马彪的外套吗 没有 照片里面的 白天了已经是很暖和了 对 那个马彪 对 我想起来当时 我和他还一路拍了很多照片 他教了我很多沿途的植物 怎么样认识那个草 哪个草是能染颜色 染头发的什么的 有 真的 我有看到人家分享说 那个新疆那边赛里木湖 周遭的 像比如说像是马师啊 或者是向导啊 都特别能说 哦是啊 对 他们说明族啊 对对对 能歌上舞啊 对对对 然后很会唱 然后个性很有趣的 对 所以我就觉得 在那边去玩 应该是蛮不错的 我还在那学着一个伊丽明歌 算了 别再这么唱 要不要唱一下 只能唱几句那样的 没关系 算来听听看 继续 真的要在这唱歌 可以啦 太可笑了 大家说你比较清醒 这是骑马的时候唱的歌啊 那是我十多岁的时候去学的 真好听啊 我骑着马儿唱七个 走过那伊丽 看见了美丽的阿娃古里 天涯海角有谁能逼得杀你 哎呀美丽 地阿娃古里 先唱一段 阿加山妹妹的歌声很好哎 我忍不住 完全没有训练过 这是一个 这是跟当地人本然的学的 真的 阿娃古丽是什么意思 新疆姑娘 一个美好的姑娘 就是古丽是他们的 维吾尔语的花的意思 因为我之前好像是上一届 还是这届的那个 我是歌手这个节目里面 有一个歌手 他后半段没有出现了 前期参赛的时候 他有唱了一首歌 就是赛里木湖的月光 真的 对 然后他里面 他就一直唱这个字 阿娃古丽 然后我就想说 这是咒语还是什么 这个美好的名字 就是一个女孩子的名字 都他们喜欢叫什么 什么古丽 就是什么 比如说达瓦古丽 就是月亮花 所以古丽的意思是 女孩子的意思 花 漂亮的 一般叫女孩子 都是什么古丽 就是花 什么花 原来如此 各种花 对 我觉得各位听众 也可以如果有兴趣的话 上网去搜寻一下那首歌 台湾找得到 就是赛里木湖的月光 那首歌的歌手 好像叫弹金 歌声也很不错 但比阿家沙妹妹 还略逊一筹 真的 歌声相当的好 下节回来 我们再继续听 阿家沙妹妹分享 带我们去非常遥远遥远 新疆的赛里木湖 去一起玩 这个地方我非常期待 下节回来 我们继续分享 欢迎回到酒吧新闻台 世界一把抓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小日子杂志的发行人 刘冠英 上一节 阿家沙妹妹 带我们去新疆的赛里木湖 然后赛里木湖 这个区位 地理位置 再跟各位听众提醒一下 他其实在北疆的地方 然后他附近 临近呢 因为其实赛里木湖 赛里木这个名字 就是哈萨克语 然后阿家沙妹妹 那个刚刚有跟大家说 他也是盟语 然后哈萨克语里面 他的意思就是 祝福的意思 所以他其实有个很浪漫 也很有质感的名字 那赛里木湖 他的位置呢 是比较 其实已经很靠近境外了 很靠近那个中亚 五小国 因为我在做赛里木湖的背景资料搜寻的时候 看到他附近有很靠近那个中亚五小国 那五小国超级神秘 我觉得大部分的听众如果从国中地理课本 读过这五小国以后 应该再也讲不出他们的名字 然后这五小国就是帮大家复习一下 因为我也是 其实不瞒您说啊 我也是最近才刚复习 这五小国是 其中我觉得知名度最高的应该是哈萨克 然后还有 哈萨克斯坦 对 然后右下角 哈萨克是最大的嘛 然后他的下方有四个小国家 一个是基尔吉斯 塔吉克 乌兹别克 跟土库曼这样子 然后因为我很喜欢去 比较偏僻跟 冷门的地方玩 所以我又Google了一下 看那个台湾有没有人去 五小国玩过 因为我们离得比较远嘛 所以过去那边 其实不是很方便 我发觉还蛮多台湾游客 去过那个 哈萨克跟吉尔吉斯的 因为吉尔吉斯的人 跟民族姓 以及哈萨克的民族姓 好像都蛮有趣的 然后也很温馴 所以去过五小国的台湾游客 都对那个地方 留下很好的印象 但是他从台湾过去的话 如果你不走那一路 其实要飞蛮长一段时间 那台湾的旅行团 大部分会把五小国 包成一个套装行程 叫做中亚迷情五小国 带你去探索浪漫的中亚史 那可是团费 其实还蛮贵的 我现在没有要宣传意思 大家如果有兴趣 可以上网看看 那其中其实最知名度最高 就是哈萨克这个 哈萨克斯坦嘛 那那个阿加萨妹妹 刚上一节的时候有讲过 就是那个赛里木湖那边 其实有蛮多哈萨克人的 对 那时候去玩的时候 对他们有没有留下 什么特别的回忆 有 就是因为我有一个诗人朋友 她是写作者嘛 是 一个女性 然后她叫那个 耶尔克西华尔曼别克 是 就是非常多的哈萨克语的民歌 都是她翻译成汉语给大家 因为她是双语的嘛 所以我通过她呢 看到很多她们的民歌 刚才我跟大家还唱了 她教过我很多民歌 都是她做的汉语翻译 比如她们的黑眼睛 是 然后什么 刚才说 我们唱的是那个伊利 阿瓦尔孤里 这些都是她翻译的 还有一首歌叫燕子歌 非常美 下次如果碰到我了 我可以跟大家唱 那在那个 耶尔克西的书里 我看她写的 草原火母 火就是那个 火焰的火 然后那个书里 谈到他们当地的 突厥诗人 就具有千年历史的 那个草原上有一个诗人 有很多诗人 密布着 然后她 我记得那次她带我 在那个草原上 看到那些诗人的时候 她眼中是寒泪的 她整个人像飘过去一样 你看到一个人 她不是步行过去 她像飘过去 然后她去看 跟她历代千年的祖先 一个女性神 然后去默默的互望 非常特别的一个女性作家 然后从她书里 我还看过一个故事 哈萨个人 她们信奉的是什么 天鹅 你就知道 她们内心是什么 圣洁 清盈 美丽 她们的是说 吉祥的象征 是天鹅 对对对 这个你想族群 是有不同的族群特征的 对对 像我们上次讲 爱尔兰的时候 爱尔兰的国徽 是这个地球上 唯一一个 是一个乐器 竖琴 请看其他国家 国徽是什么 就你就表明了 他们内心崇尚什么 爱尔兰人崇尚音乐 哈萨克人崇尚的是天鹅 圣洁美好 清盈 是 这样的 感觉是很纯真的 一个民族 对 她们比如说 她们最原初的 那些故事 比如说 观音大自然呢 有一个女巫 叫做 吉兹特尔纳克 她在森林里住 她的手是鹰爪 然后她头是 长长的头发 穿紫色的衣服 大家想象一下 这个形象 是 紫色是很神秘的色彩 然后住在森林的 密林丛中 她做什么样的一个事 她就是保护森林 她伤害谁呢 伤害那些砍伐者 猎人 就是拿着猎枪的人 男性 就是英雄巴特尔 然后进到森林里 然后晚上一班 吉兹特尔纳克 她的鹰爪就过去 要把她的那个人杀死 她是为什么 这是一个隐喻 在我看来是一个隐喻 就是她在保护这个丛林 森林 然后她的美好的 不让你去盗猎 然后不让你砍伐 这样 这就是他们的那个族群 在和自然 有一个很好的贫困关系 那小时候 那哈萨克人的小时候 当然这几十年应该变化 因为全球化的特征 小时候他们吓唬人 就是小新女巫 其实特尔纳克来了 所以这个女巫 在他们的 同年纪中是很恐怖的 是一个负面的象征 但其实在我看来 就是我一个外来族群的文化看来 我就觉得 哇这就是一个森林的守护神 对啊 而且她又很环保 她就是 她不过就是伤害那些 猎人 英雄 对啊 所谓的英雄 人类英雄 持枪者 所以哈萨克人对于 那个环境保护 跟自然美感的 崇尚度其实是很高的 那所以在赛里木湖玩的时候 是那边有很多的工作者 是从哈萨克来的吗 还是会遇到他们吗 就是我们刚才你讲的 五小国就五个斯坦嘛 对 韦英都是斯坦 他其实是五个国度嘛 那在新疆生活着很多哈萨克族 就是是属于中国的版图里的族群 就是他们世代早就迁徙在 这里了 而不是说他们属于那边 然后过来 他们他们好多几百年 都在这里生活了 是 是这样的 而且我看照片的时候觉得 哈萨克人长得特别漂亮 哦真的 好美啊 是外形非常出众的一个名字 而且皮肤之白 对 但是也不是说完全洋化的长相 它是就是很mix 对非常就是很中亚的那种特征 然后也是一个混血的那种感觉 但是会有人从赛里木湖去玩过以后 又跨境到吴小国去玩吗 会有啊会有啊会有人就从新疆 像我记得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就 从新疆到哈萨克斯坦 因为它边有十分远吗 边就是已经到边了 就是我已经开车开了漫长的车 然后走到那个比如赛里木湖已经到边了 你就可以顺便过一下境 哦 所以那个时候你去哈萨克的时候 对那个国家留下什么印象 就是美好而平级 就是这种感觉 然后色彩其实 我觉得他们很会配颜色 比如我记得一个老爷爷 他穿着一个绿色的棉袄 然后头戴一个紫色的毡帽 你看那视觉感 然后在黄色的戈壁上面 对 然后那个颜色是不是很美 我觉得他们很能驾驭对比色 非常好看啊 非常冲突跟很对比的颜色 所以我印象都很好 就觉得这个族群的审美能力是非常棒的 那像食物他们吃的是 跟新疆的饮食习惯会不太一样 没什么区别 就是一样吃饼类的东西 还有那个奶之瓶 他们是身体耐受那个奶 那个我完全不行 那样子的奶 你可以吗 我可以 而且吃羊肉没有问题 我非常喜欢有碎油茶 对对对对 其实我是一个到哪里都根本地吃的 没有任何问题的一个人 所以你是完全不会去一个地方旅行 然后就水土不服 身体不舒服 就没有 完全不会 就是天生做人类学的一个人 真的 就是哪里都是爽的 哪里都是爽 那你到台湾来也是什么都吃吗 就什么都可以 那像一般人觉得很可怕的臭豆腐 你也吃吗 我吃啊 就是我先生带我吃什么 我就吃什么 那没有觉得气味很可怕 还没有 我觉得好好吃啊 其实我本来也不吃 但是在这边大家都吃 我就吃 哇 你真的是人类学家 就是 我每次到一个地方 然后周边旁边的人都会说 是不是时间到了 嗯 对 那下一节回来 我们再继续聊一下 那个阿加莎妹妹带我们去 很遥远又美丽的赛里木湖 欢迎回到酒吧新闻台 世界一把抓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小日子杂志的发行人刘冠英 今天我们赵王莉又邀到 我们很受欢迎的来宾 阿加莎妹妹 现在先请阿加莎妹妹 给我们大家预告一下 侦探书屋 嗯 本周有什么新的活动 啊 我都差点忘记预告这件事情了 是 就是16号 那探长会在那个书店 做一个侦探小说入门系列的第二讲 上次他讲的是第一讲 是史前史 就是起源史 还有子类型 然后这次讲的非常专门一个题材 历史悬疑小说 就是 它是英美侦探小说的入门嘛 所以要讲英美派的历史悬疑小说 是 然后如果大家有兴趣 的话就到我们的那个脸书 上报名 不会报的呢 就在那个我们书开营业的时间 然后打电话给我们报名也可以的 对 打电话去报名也行哦 因为很多听众应该不太那个习惯使用脸书 嗯 哦 对 我们还有一个line的群组 如果大家不会使用脸书的话 你可以在那个我们的脸书上找到那个QR call 然后 对 然后加到那个line的群组 对 这样他们的客服是做得很详细的 那延续上一节 我们带大家去很遥远的新疆塞里木湖玩 然后那个新疆塞里木湖这个景色我跟大家形容一下 它就是无尽的天 然后各种多层次的蓝 那塞里木湖本身的碧蓝色的湖水非常具有通透性 然后因为它本身是没有鱼的湖对不对 嗯 本来没有 但是后来投放了一些鱼 投放了一些鱼 然后因为很透明 所以它大概有十公尺的视觉能见度 跟我们一般台湾听众心中想象的湖水的样貌很不一样 我个人觉得它看起来就像仙气非常重 像仙境一样 真的 对 然后几乎去过赛里木湖的游客都会提到那个 大草原上常有养了很多很可爱的羊 对 然后关于草原这件事情 阿加莎的妹妹有一个心得跟感想 想要跟听众分享一下 嗯 对 因为一般的朋友都会说 哇 去草原了是吧 蓝蓝天绿绿的草地 白白的羊群 这是我们惯常对这个草原的印象 但是事实上我跟哈萨克的当地人讲的是 哦 你们这草原真绿啊 他说 这很危险 蒙古卓也是这样表达的 他说这是说明草地在退化 因为很绿 是代表它的机能正在退化 对 为什么 他们说真正健康的草地 一定是五彩缤纷的 开满了各色野花的 你可能一眼望过去 各种颜色的野花 各种形质的 那为什么会退化 那除了那个沙漠化的问题 还有就是旅游业 还有就是我们目前的人类生活方式 对这个环境影响非常深重 然后你比如说大量的游客 会养大量的那个牛 羊 然后他们不断地吃草 然后他们还没 比如说过去有夏木场 然后冬木场 结果他现在就不再按照过去的那种游牧的方式 就是我们就一直在这 我们定居在这 因为这好做生意啊 然后羊一直吃这块 那最后把这草根都吃掉了 对那土地的那个生产力会过度的耗损 对土地要休息啊 对 对 而且我们现在确实人类制造了很多土地 无法接受的事物嘛 对 难怪早 我看到比较早前的赛里木湖的照片 它其实大草原上是会有一些各式各样的花草 有一些其实长得蛮特异的 然后有些长得比较高 还会有一点果子 但是比较后期的照片 其实是越来越绿 视觉上其实是很漂亮 但没想到它是一个退化的象征 是啊 其实他们本地人都会觉得 这是很危险的一个事 当然其实危险 人类的危险信号 已经不是这十年 二十年 已经很久了 没错 我们一直在人类文明的这个末世 大家都有一个末世感 对 我刚刚在广告时间跟阿加沙妹妹聊天 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因为赛里木湖呢 阿加沙妹妹这辈子至今 竟然已经去了四次 我自己觉得非常佩服 因为那个地方真的很远 然后不管其实从大陆的哪一个地方过去 其实都算远的 完全都是超远的长途旅行 然后他说第一次去的时候 我们在第一节的时候有分享 那个时候还是少女时期 十八岁 那个冲动少女的style 然后也先闯入了一个男性的房间 抢走了一件外套 没有什么原因 人家叫他吃面 他还说我不吃 然后隔天早上又抢了一匹马 也没付钱 就是第一次的旅行是这样 我觉得真的超好笑的 那后面几次去都是二十几岁 对二十几岁 就是各种各样的原因啊 去看各种各样的奇怪的文学的会议啊 那一个地方 像这个这么美 又有像仙境一样的地方 你每隔几年就去就地重游 那新境上有什么改变吗 就是我后来长久的有一次 跟一个戏人的女儿 她当时就九岁 她名字叫小鱼 就是鱿鱼的那个鱼 是 鱿鱿鱼的那个鱼 很可爱的一个小女孩 九岁 当时正在读小学 现在都大学毕业了 她当时我们俩一起坐在水边 她有点发烧 但是她看到我把脚伸到那个 冰冰的塞里木湖水里 她说 姐姐 我也想把脚伸进去 我说你发烧了 我说你爸爸应该不 她爸爸是个诗人 远远的在很远的地方 然后看着我们 我和她的那个小女儿 就在一起玩 然后她说 我爸爸 你不要告诉我爸爸 行了 我说可以 然后她就把鞋脱了 然后我们俩人 就把脚插在那个水里 那个水给我的感受就是 可能小孩子我不知道 我当时没有跟她交流 我们俩都是默默无语 你看一个九岁小女孩 和一个二十多岁的一个人 坐在那里 然后沉默两久 那车上的人都觉得 这两个小孩 为什么不上车 因为车上还有其他大人 已经受够了我们 对 她的爸爸也没有 就是她爸爸是新疆本地人 就耐着性的在等我们 在水边莫名其妙的思索 然后两个人也并不讲话 那我内心想的就是 塞里木湖啊 就是她就这样 蓝在这里 就蓝在那 然后深深的沉在那里 然后她真的像海面一样 然后你看不到边 她那种蓝色就是 我当时还写了一篇作文呢 就是一种没有人的蓝色 你看不到人类 你把脚伸进去 她也并不吞噬你 就是她就是那样 一世独立在那 然后你怎么样跟她想 跟她相关 都没关 我当年 就是给我那个羊毛粘的 那个男孩 衣服的那个男孩 我们当时还拍很多照片 我当时回到那个内陆地区的时候 就还给她寄了那些 写的照片寄给她 然后她说她在芦草沟一中 我当时信放写了 塞里木湖芦草沟一中 那封信至今也不知道 到底她收到了没有 我想是不是都寄到水里去了 就是杳无消息 你从此这个人 就跟你这个没有任何关系了 你的记性很好 你的地址跟人名都是完全 因为听众不要以为 阿家沙妹妹有看稿在念 她这些人名 地名跟地址 她全部 她手上是完全没东西 在录节目的 因为我之前听过你的节目 我想说 哇这来宾稿子准备这么多 每次都是那种乱聊的 我想说 看到本人的时候 她其实这些资讯 其实都是在她脑袋里面 阿家沙妹妹 你有在冬天的时候去过 去过 去过 那时候就是非常非常冷 那时候的印象就是动极了 但是你会觉得她好像真的 你会觉得她跟大西洋 那个关联就更深刻了 对因为我觉得她冬天的警帽 跟春夏长相差 非常多 对 对 她是凸的嘛 对 你就你看什么绿就没有了 但她就纯纯的蓝 对 在一个荒漠中间 当然群山还在 你有能想那个山边 就水边能看到远山呢 太美了 就是远山中间有一个高原的 它是高原湖啊 你想你在群山的高处 然后有一个高原淡水蓝色 宝蓝宝蓝在那里 它沉在那 毫无 就是你觉得没有任何 你想找到意思意义 没有 告诉你 没有什么意思 我就沉在这儿了 而且我觉得她那个 结冰跟结霜以后的宝蓝色 非常的美 上面还会有点霜花 感觉好像特意弄出来的 但是她其实也就根本 就像你说的 没有做什么 她就是独自的在那边美而已 对就是 然后看那个岸边结霜跟结冰 非常壮观 就是冬天的时候 会摇身一变 变成一个很萧涩的景象 就是印象很深刻 那你那时候是开会的时候才去吗 就是我那次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西会吧 那时候我正在读研究所 然后我在那 其实我为什么就是太喜欢那里的朋友 那些朋友每次有什么事说 哎你要不要来 然后我们就会去 会去 会看完以后就去哪里玩 然后就那样顺着车就去了 冬天到底那边有多冷呢 哎就是 其实也没有 但它会有一种那种风刀双剑的感觉 它真的会有一种风打在你脸上 它是有点 就是像刀一样 很谈脸很自脸的 它风很利 对 你要你最好把那个裹的 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的 最好穿花衣服 空气应该挺干燥的吧 是冷冽的那种感觉 嗯 洞彻洞彻的 很清醒 我说在那个时刻人是能写出好字的 嗯 是吗 就是思绪好像也会 对 就会写的文章会好看很多 嗯 进到那样的景色会让你想非常多的事情 也沉淀了自己 对 对 然后我们在这边呢 要跟我们的忠实听众预告一下 那个 你自己说好了 给大家一个交代 我那个很偶然的 就是昨天嘛 突然接到我那边研究所的电话 要去处理那边学院的事 就好多大型的学术活动 那我已经有九个月在这边了 是 我是不是应该回到那个北京去 处理一下 处理一下我自己的事情 嗯 好 所以这次那个阿嘉莎妹妹离开我们节目会暂时有一阵子 不会再出现在节目里面 那各位听众可以期待她的回归 啊 希望大家就是如果希望 嗯 更知道我的消息的话 就是看我们的侦探书的脸书 然后我先生会一直更新上面的东西 然后 大家可以找在上面找到那个 我们的那个LINE的群组的那个 你扫描的 大家可以去 扫一下 然后能看到我们在那里的最新的 关于阿嘉莎妹妹的活动 好 谢谢阿嘉莎妹妹 那谢谢各位听众收听 世界一把抓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